以邻近新一区为噱头 还宣传建商和推出地宝的红钛建设 气出同源 建设名称甚至和地宝相仿 吸引民众购物 但有民众一住进去 就发现怎么跟建商当初讲的不一样 他们所有的规格都秉持了 红钛地宝的那个规格 我们用一辈子价钱来讲 结果你居然说 你的公社是要住户自行违线 如果当初他真的在预售的时候 跟我讲这个状况 请问哪一个消费者会花大钱 说我自己买一个房子来盖 住户怒控建商诈欺 根据了解 红钛集团旗下的洪勇建设公司 十年前在新北市深坑推出的建案 宣称地下室有建设房 KTV等豪华公社 每平40到50万 高于当地行情一倍价格 只是这些在B1的公社 列为停车场空间被视为违建 建商请管委会自行决定 是否二次施工新建公社 并提供社区绿美化基金 共2360万元 被17位住户提告 一审法院日前判决 洪勇建设总经理宋东明 判刑三年 洪太集团掌门人林洪南 则被列为诈欺共犯 移送检方侦办 他第一个是用诈骗的方式 那第二个是巧立 巧立那个什么一个名目啊 后来就是一片废墟啊 那变成是他用2360万 他们介绍一家设计公司 叫做安德室内设计啊 来说要负责呈建这些东西啊 那最重的点是来讲 建商真的是撇清关系啊 洪太在结构前没有回应 建商和住户之间的纠纷 持续延烧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